大家好我是FM 這次為你介紹深圳小梅沙 剛剛開始營業的美高梅酒店兩天一夜遊 我在K6買了一個特價套餐 $2779 住海景房 可以包含兩大一小的自助早餐和晚餐 裡面還有一個小屍俱樂部 三樓有一個空中親子樂 還有日晚有一個M Show的表演 小梅沙的沙灘也是包含的 12月30日前還會包含小梅沙海洋世界 我們先談談交通 可以到深圳乘地鐵 2號或8號線去到小梅沙地鐵站C出口 原地鐵指示出到這個出口 你會看到周圍都是沙塵滾滾 是一個工地 因為這裏都是大興土木 向左邊走出去 你就會看到海邊的環境 現在看到的一個白色的 一座輕建築的建築物 右邊這一座就是美高梅酒店 大約需要走兩個小時左右 前面見到就是小梅沙的沙灘 可以付錢入場 成人收費就是50元一位 暫時是由美高梅酒店管理 今天來到這間是 深圳小梅沙美高梅酒店 現在來到大約是黃昏 現在進入大堂 見到這個Lobby TRACK IN的地方 都有LED來一個螢幕 這個大堂也製造得挺有特色 挺漂亮的 我入住的日期是10月30日和31日 用了紫色、白色和銀色為主調顏色 在大堂裡面放了很多不同的裝飾品 而我最欣賞的是這條不鏽鋼銀色的樓梯 是很漂亮的 狐形的設計 接著見到Lobby 有一間餐廳 它也是一間酒店 和可以吃蛋糕喝咖啡的地方 環境都非常舒服 我見它是美團有做套餐的特價 可以在這裡喝下午茶 或者去一杯高梅自製的奶茶 特價也要26元 進入大堂裡面 你會感覺好像在升風下面 這裡就是小梅山海人世界 在我們房間的樓層看出去就見了 見到很多小學生 今天就過來這裡旅行 我們今天來到830號房 今天這間是海景房 這間酒店是9月才開張 一進來見到有個花瓶 這邊有個廁所 然後就是放衣服的地方 衣服的地方 左手邊就會見到一個浴光 它可以有個玻璃拉起來 挺特別的 這裡就有一個 好像波浪一樣的椅子 然後用了雲石 左手邊這裡還有一扇門 我們推出去之後 就見到一個大的企光 上面有一個大型花灑 還有用了環保瓶裝的洗頭水沐浴露 你們啊 風筒啦 有水啦 有些花啦 真的還是假的呢 假的 毛巾 一套裝 然後我們走出去看看房間 這間海景房也不錯啦 這裡就有花桌 有些capture的咖啡 杯啊 看看有沒有酒杯呢 也有啊 適合 還有一隻漂亮的咖啡 低音咖啡 冰桃 雪櫃裡面也有東西喝的 咦 不知道是不是送的呢 好像包了一個mini包 一間雙人床 有個小的客廳 其實最吸引我 是買這間酒店的package 其實就是因為去這裡 露台這個位置 我最喜歡的 這一邊就全部看不到 都是美居回酒店 上面是dream room 下面是一個含溫泳池 這個壺形就全部看得到海景 這個海景就是很棒 所以帶著酒來 晚上在這裡開 完美 這個泳池水深1.4米 開8點到晚上10點 這間房間大約有500呎左右 房間裡有一張小沙發 餐桌和兩張椅子 還有兩張椅子 這個位置都看不到全海景 而房內提供的咖啡 茶包和茶都蠻漂亮的 之後就爭取時間去地面的泳池 看看什麼環境 這個泳池都OK 很漂亮 這個半室內泳池就沒有開 這個位置也看到美高梅 去一個中通的地方 地上有一個洗腳池 這個位置有很多沙灘椅 如果你平時坐在這裡都非常舒服 吹海風 這裏就有個小型兒圖樂園 這裏就見到有些泳衣和防曬衣 不同尺寸的 我們就下來了這個沙灘 小梅沙這個沙灘 這個是酒店的沙灘 要掃那個卡才可以收到你 那邊有些太陽傘 有些遊戲 這裏都水清沙有 見到水都蠻清 見到水上浮波的地方 就有三個游泳區 酒店頂樓是一間酒店 現在就是黃昏看不到的海景 不過就看不到日落 因為這裏向東南 來到這裏的健身房就是這麼多 有幾個口服機 然後有健身器材 就是這麼多 健身房開放的時間是早上7點到晚上11點 而這個位置讓我找到另一條螺旋型的樓梯 這裏是透明的 這裏就是小屍俱樂部 這些是靜態一些 然後有些大Lego 這裏有小船 這裏有彈琴的地方 這裏有些是波波池 都幾好 這裏已經有寫物櫃 和洗手間的東西 原來波波池裏面有一個地方 可以吹氣上來 把波波吹氣 這裏還有一些公仔可以騎 另外這隻小船 就叫做小獅子號 沿路走出去 讓我發現一個很特別的裝飾 這裏全部是針織造成不同種類的背殼 來到今晚吃自助晚餐的地方 這裏叫做寬宴 這裏有些不知道是甚麼來的 這隻是美高門的獅子 有些甜品在這邊 酒店自製的雪糕和雪糕 我吃過超正 接著有水果 今天也有很多人 今天是平一來的 前面就是飲品推 很多不同的瓶莊啤酒 是不是包的呢 學青島 說美高門自己的啤酒 這隻是德國啤酒 是自己品牌 所以外面買不到一定要的事 還有很多其他種類的飲品 每人一個方式就說 用來拿湯 有甚麼特別呢 要拿一個 金湯 雜糧 花膠 一會兒要拿一個 藍色的幣 進來的時候 給一個藍色的幣 用來用這個花膠湯 這裏現在看到有一個 這裏是 芝蓄溫土鴨 剛才看到有一個 小龍蝦 羊腩 蒸魚炒粉 也是綠麵 這邊 看看這邊 沙拉來的這邊 日式波奇飯 我上網看到有人說 這裡有龍蝦 看看見不見 這裏有些三點牌 這裏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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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有些羊架 這裏有些羊架 這裏是剛剛燒出來的 全燒 紅酒汁 黑椒 肉就是這樣 去燒的 這裏有些熟食 羊肉和牛 一味的熟食 這裏有些小味 這個就是碧根果 紫柱泥 還有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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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生果 還有另外一邊 這邊有很多芝士 高隙的地方 海鮮 有些蝦 青口 煽配 然後有長腳蟹 龍蝦在這裡 剛出了長腳蟹 然後這邊有日式壽司 還有沙律 這邊沙律 紅酒 白酒 也有 如果你自己在這裡 吃一個舖廢 兩大一世都賣1,300多 飲品 就這樣 食物的種類都算多 我吃得最多都是這隻長腳蟹 還有龍蝦 其餘就 讓食少少 這個價位來講 一般 酒店包起來的自助餐 算是這樣的 不過期望不要太高 這裡有些不同燒烤的肉食 它好像選用蒸聖子 蒸到很老 我覺得 吃的話 就一般 如果好吃的話 我已經特別提供了給你們看 是雪糕一定要吃 還有去一個啤酒 去到8點的時候 你可以吃著自助餐 然後走出去外面 先看它的M-show 先要先 嘩 這邊的房子差不多 香褲了 這個M-show 一天就表演一場 它就出來玩火ぁ做阿婆阿爸阿小丑 我用快鏡來放 因為它後面有些玩火都比較精彩 快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种精彩的表演到尾声了 我们可以回到餐厅那里再吃我们的自助餐 好了 现在是晚上去到网址看到的环境了 因为室内的设计都挺特别的 特意上来再看这个环境 真的很棒 配上这种紫色感觉非常浪漫 四围走看这间酒店其他环境 沿着这条走廊可以到一个燕梅厅 也看到之前走过的透明旋转楼梯的地方 这条是不秀光银色的楼梯 他旁边就是一个中菜厅 晚上来到这里打卡和拍照 有没有什么人真是很棒 所以晚上吃完自助餐 或者你没什么做可以去大堂坐下 周围拍照 因为没有多少间酒店的大堂 可以做到那么浪漫的 房间里面可以看不到泳池 晚上的景就是这样 超棒 之后我们再上18楼的酒吧去看 因为明天就是Halloween 所以它也有很多Halloween的布置 好了 现在我们就上到18楼的一间酒吧 除了看到这里就环境了 大约$100一杯飲品 上来看看Halloween 现在Halloween就需要Halloween的助食 我们点了饮品之后 它就会有一支灯和小鸡 死亡 点了饮品之后 我们就周围去看看这个环境 其实它还有一个户外的地方 室内的环境会做得多些装饰 而户外的地方有些小火炉 都坐得很舒服和温柔 那个墙都很大 晚上九点后 海滩里面就关掉了 就不可以再出去 唯有回房 自制浪漫时间 今次我带了一盏架极光灯过去 然后就对着海景 开一瓶红酒来喝 非常之正 第二天六点多就开始见到天亮 但看不到日出 因为这边是向东南的 Lobby就已经插了几盆 Halloween特色的插花 好漂亮 因为泳池就未有那么早开 它开八点 所以就要去吃早餐先了 这一只汪枯挺特别的 所以拿来吃 比过它锋满朱古力很甜 早餐的食物选择都多 但不是叫做好吃 特别是中式那些 我觉得不好吃 今天选到的食物都很少 反而我今天会再重食这个 雪糕和雪巴 最重要都是喝一杯热咖啡 之后继续我们酒店的行程 就是去酒店游泳 吃完早餐9点多上到房 就见到这么漂亮的海和泳池 先下泳池游泳 海滩是要10点才开 所以我们就10点过去 现在见到浮波的地方游泳 水清沙又和水很凉爽 一定要试一下 当我check out的时候 昨天表演的那群人 刚刚经过了 可以和他拍照 check out后 就将行李寄存在酒店 继续我们下一部分的行程 就是去海洋世界 记住订阅 赞同和分享 拜拜